好我們今天我們開始上課 這個第12課我們剛剛已經大概講過了嘛 然後 我的 所有的這個 24乘224乘3 經過出來之後會變7乘7乘N 對不對 我們今天的任務這個N是6 對嗎 但是對於前面幾個 我們的家庭作業的任務來講 這個 他結構會複雜一點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 就要來學習這個 皮卡丘的這個分類任務 好這個 那個 有沒有人有預洗的啊 我剛剛問了沒有人回答我所以就是沒有啊 沒有預洗也沒有關係啦好不好 這個任務 他比之前他相較之下是單純的為什麼勒 因為他一張圖都只有一個皮卡丘 所以這個 其實要訓練這個如果我們一張圖裡面都只有一個什麼的話 其實有更偷懶的訓練方式啦 其實我沒有必要把 Grade 把他切割成 譬如說N乘N 譬如說7乘7 或者是 這個8乘8之類的 沒有必要 可是問題是這個 問題是這個 呃就是 真實世界的任務沒有那麼簡單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用 物件識別模型來做 好不好 來那我們來往下看 第一個坐標 是可信度0到1之間的數字剛剛講過了 對不對 第二個坐標 第二個軸 第二個是Y坐標 是RAW的位置 注意一下 因為是先RAW再COLUM 所以我們先放 Y坐標再放 X坐標 這樣知道吧 我們先看RAW再看COLUM喔 所以第二個 是 Y坐標 第三個是X坐標 X坐標就是COLUM嘛 我們在COLUM哪裡 還有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位置的對應 我剛剛是以這個點 我剛剛0.3 0.7是以 每一個框的左下角為 他的 這個 起始點對不對 這邊是00 這裡是11 實際上 我們今天的任務裡面 他其實不可以這麼做的 實際上 00應該要在這裡 00應該在左上角 好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把事情搞這麼複雜 為什麼這個座標不可以隨便弄 洛衛生就曾經幹過這個事情 他把座標弄反 DECOL跟NECOL的回去 剛好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 反過來再反回去嘛 可是訓練出來就爆了 所以他原本的框 就開始從左上角 沒錯啊 原本的框是從左上角這樣下來了 為什麼勒 因為你的 圖像輸入是矩陣嘛 對不對 這個矩陣 皮卡丘在這裡 他就在矩陣的這裡 在裡面是有一個黃黃的東西 你把它 對應到這裡來 的確DECOL跟 ENCODE跟DECOL都對 但是問題是 東西出來就是錯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喔 而且這個 等一下你們看我 DECOL跟 ENCODE跟DECOL的方式 那個都是已經寫好的 對不對 那個都是非常完整的 基本上 你不用去改它 可是你不用去改它 那個是 這個是 有危險的啊 你還是要非常清楚裡面的細節啊 因為我老實跟大家講好了啦 因為你出去工作 會用R語言的機會非常低啊 但這個Function是R語言的Function 所以你要會 就這樣子 啊你說為什麼不寫一個Python的Function 因為Python我一個都不會寫 怎麼可能會寫那個Function呢 好 Y座標先 然後再 X座標 寬度 寬度這個必須是一個 大於0的數值 然後 寬度一定是一個大於0的數值 因為它是 UncleBox的幾倍嘛 對不對 這是UncleBox的幾倍 那這個 呃 但是 大於0的數值 這個我們不方便做RoseFunction 對不對 因為0以上 0到無限大 這個我們沒有合適的RoseFunction去做嘛 所以說我把它 做一個 對數轉換之後 0到 無限大 是不是就被轉成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用MS1了 Min2Arrow 這樣可以嗎 同樣的 高度也是 這麼處理 高度也是這樣處理喔 也是把它轉成 從原本是0到無限大 0倍到無限大倍 轉成Log 做Log轉換 做Log轉換還有個好處 做完Log轉換之後 0的地方 剛好就是一倍 就是原來的UncleBox的大小 而0通常就是我們最想 我們 沒有要做預測的時候 就是0 好還有這個任務 我們 我們之前做的那些任務 在選UncleBox的過程 那個過程有點複雜啊 詳細的地方喔 那個 可以參考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有學習資源 但是我們今天不可能把那個地方交完了 UncleBox那個 物件識別模型如果要全部從頭 很仔細的講到尾的話 我看可能要講五節課吧 如果要從第一個model講到最後一個model 搞不好還不夠 那 我們後面會有學習範例 我今天教你們的這個範例 他的UncleBox剛好就是1乘1 也就是他的UncleBox剛好就長這個樣子 就長這麼大 跟這個格子一樣大 我們今天就假設他UncleBox就長這樣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勒 這樣子我直接 去乘上他的倍數的時候 直接就是這個格子的幾倍了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裡剛好是一個 1 1的大小 OK 好那我們現在把 東西給讀進來 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GPU模型嘛 大家都有GPU的那個伺服器 都可以用嘛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啦 當然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用的model是 MobileNet V2 MobileNet V2是哪一個model 林芹這是誰發明的 MobileNet V2是 哪個作者幹的 不記得 那RecidualNet是哪個作者幹的 蛤 你不記得有這個network 你記得有這個network 你不記得是誰幹的 那你記得哪個network 那你知道有一個叫 Root Square Network嗎 算了算了算了 我真的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那你們知不知道 MobileNet V2是誰幹的 不知道 那RecidualNet你記得嗎 是何凱銘 是何凱銘 那MobileNet V2是Google做的 MobileNet V2是Google做的 它是一個小的網 小的網路 記不起來沒有關係啊 好不好 但是你大概知道 至少知道它的形狀 大概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那這個 MobileNet V2 今天我要用的是它喔 所以 因為大家用的都是GPU Server 所以 這是一個小網路 顯然比較不準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大一點的網路 對不對 你可以把RecidualNet讀進來 反正大家都用GPU嘛 只要你們 就是大家妥善分配資源就好了嘛 就是不要 同顆GPU都被誰站走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注意喔 我們的 這張圖 我們的圖進來都是24x24 然後 他都要先經過 因為我們用的是MobileNet 所以他都要經過 三個Channel 各減掉他的平均值 這個是MobileNet V2 他圖下面要運用這個model 他必須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讀的是RecidualNet 你不需要減平均值喔 好這樣可以接受喔 這個是因為我們用的是MobileNet V2 才要幹這件事喔 好所以說 我們MobileNet V2的model 讀進來了之後 我們直接試著 把它拿來做Classification 這本來是一個Classification model喔 我們來做一個預測 這是一隻貓 他預測出來是什麼 喔我還沒有做預測 我只有先把圖下面預測出來 Predict在這裡 好 告訴我說是貓對吧 他還算蠻準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MobileNet V2 他是一個 他這個模型就是拿來做一個Classification model 的模型 這樣可以吧 這個模型是拿來做Classification的喔 接著 來我們接著我們要定義 Model Architecture 你必須參考一下這個Github的語法 重點是這裡的函數 這個是 這個是 Deconvolution function 在這裡 DW DW 喔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 MobileNet V2 他用的卷機是深度可選理卷機 所以說 他的 Number of Fighter 就剛剛好等於 他的Number of Grouper 這樣可以嗎 這個 這個東西 你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他是在加深網路而已 就是我本來的Classification model 我嫌他不夠深 我要把他加深 我用這個方式 你也可以自己疊 假如說你自己疊 Convolution Bench Normal 和Radio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自己疊 這個語法 是加深網路而已 還有Convolution 這都只是加深網路而已 好 中間還有一個 YOLOMAP function 這個YOLOMAP function 看一下 他的重點是什麼 他的重點是 我把 預測圖出來之後 假設他是一個 256 假如說 8乘8乘 假設他預測到最後 是一個8乘8乘 D024 那出來我希望他每個Grid都預測嘛 那出來我希望他每個Grid都預測嘛 所以這邊保留8乘8 這裡是不是要乘6 這樣可以吧 而這個乘6 第一個數字 0到 第一個數字 到第三個數字都是0到1 第四個數字第五個數字 負線到 到這五線大 後面幾個數字又都是0到1對不對 所以這個YOLOMAP function 你在做什麼呢 把東西丟進來了以後 他先做DROP OUT DROP OUT做完之後呢 這邊你要告訴他你的FINAL MAP的長度是多少 是6 還是255 255的話 你這邊NUMBER OF BOX 你需要給他3 這樣他就會分成858585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出去是一個UNCLE BOX 六 六維 你這邊FINAL MAP就要給他6 然後出來就要1 好 這邊還有NAM 為什麼要NAM呢 因為 對於一個比較複雜的model來講 他這邊可能是LV1 這邊LV2 這邊可能LV3 這樣大家懂意思了嗎 所以你需要還有一個NAM這個函數 所以這個YOLOMAP function 這個是 就是給我們用來做 這個 最後一層 預測出去的那個 PREDICATE FUNCTION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語法要怎麼用 好看著我們現在已經有MOBILE MODEL了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讀進來一個classification model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後面繼續往下貼 首先 你可以用按ALT0 把這些語法縮小 這三個model 這三個函數都是拿來加深我的網路的 所以我把BASIC OUTPUT 這個BASIC OUTPUT 等於 MOBILE NET 這個MOBILE NET的 裡面的 最後一層輸出 這是他的最後一層輸出 如果 最後一層輸出 你到這裡為止 到這裡為止 欸為什麼 這裡不給我 少貼了什麼東西 我們這裡 這裡改了PREDICATE MODEL 上面都可以刪了這個呈現圖片這件事情不需要 來PREDICATE MODEL進來之後我們到這一層 這個BASIC OUTPUT 如果你做一個 Invert shape的話 你會發現 他到這一層為止變成8×8×320×7 所以現在的OUTPUT320對不對 現在我要把他加深 我全部把他Source回來 你可以看 我現在Invert shape 看一下 BASIC OUTPUT是 88320對吧 Convolution1 88320 Convolution2 88320 Convolution3呢 88320 最後 YOLOMAP 8867 這是不是最後我們要的輸出格式 這樣可以嗎 8867 好 所以我們的Architecture PREDICT FUNCTION Lost FUNCTION 我們還沒寫啦 PREDICT FUNCTION就長這個樣子了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們這一步在做哪裡嗎 剛剛流程圖裡面的建立PREDICT FUNCTION 現在出來的東西是 PREDICT LABEL 好 接著 接著你看這個式子 理論上你不應該害怕 數學15幾分 喔14 數字 數學14幾分 看一下 可不可以告訴我 看到頭就昏了 這邊數學幾幾分 不好意思講 10以上就把數字講出來 10以下你就說不要問了 這樣子 對啊 10以上 15嗎 沒有那麼高 大概中高 中高是什麼意思 中高是什麼意思 大概13這樣子 啊 12 13 好啊 這麼不精確 好啦我們不要考大家 這個 反正 這個Lost FUNCTION 長成什麼樣子 不重要 重要我們只要知道一點嘛 遇到0跟1就用 Cross Entropy嘛對不對 至少我們現在只會 Cross Entropy啦 後面再加什麼再說好不好 至少我們現在只會 Cross Entropy 那個 遇到負無線大 正無線大 我們就用 我們就用那個 Mean Square Error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不管啦 這個 這邊我們就不管了 重點只有一個 如果 今天 對於 這個格子來講 有框 是屬於他的 這樣他的 他的所有東西 包括類別 和包括 XY WH 通通都要被訓練 所以對於有框的來講 對於有框的來講 所有東西我們都要給他Lost 對於沒有框的來講 對於沒有框的來講 除了第一個 P 我們需要給他 Lost以外 剩下都不要給Lost 所以 這一個 前面這個符號 如果是 CORD 這個代表 框在這裡 框在這裡的話 我同時要看 XY的Lost 也要看 WH的Lost 當然 我也要看 C的Lost 這樣配吧 C就是類別的Lost 那如果沒有框呢 如果沒有框 我就只看 我就只看這一個 喔這個C是那個 這個C是那個 他這裡的C是我們的第一個數字 就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框 所以 這裡就是我們有沒有框 我們需要 去看 好啊這裡 最後這個是 有框的部分 我們要做類別的測試 那他的Lost 長的這個樣子 你不用管他啦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的Lost 要怎麼寫 首先你要先準備個 MSE Lost 印Data進去 印Label進去 然後出來 就是MSE乘以讓打 這個讓打是一個權重 我們要保證 我們要確保一下 因為前面你可能要乘上個常數 就來說你希望 這個Lost 再對框稍微加強一點 對類別稍微 比較不看重那麼一點 因為首先你要拉對框 你才能去決定它是什麼類別嘛 所以通常 我們物件識別模型 對於 這個 對於這個 就是框的這個Lost 會給的比較重 權重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這個MSE Lost Function 是一個 同時有 讓打的這個 是有權重的 加權的MSE Lost Cross Entropy也是一樣 是一個加權的 Cross Entropy Lost 所以你的YOLO Lost function 就是你印Data跟印Label進來之後 我們先把 Data跟Label 把它Sprite 為什麼要Sprite 因為它每一層用的 Lost function不一樣 對不對 來 對於 第一層到第五層來講 它的weight是1 因為它的第一層到第五層 分別在描述 這個框框 對吧 都是在描述框框 而如果 它不是第一層到第五層的話 它的weight就是 它就在描述類別 所以它weight可能會小一點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 如果 它的K 不再不是1到2到5的話 不是2到5代表它都是Sigmoid output 對吧 所以說 它都是用 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 當作它的Lost function 如果它是2到5的話 注意 如果K等於1的時候 它不但是 Cross Entropy 而且它的 weight是大的 而且它的weight是大的 如果它的 這個 呃 它是 6以後的話 它的weight就是小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還有這個 如果它的 它的 Label是 它是第一個數字的話 是不是框的話 它的object 這邊 不但要 看它是正向的 還要看它是反向的部分 而對於類別的部分 只看它是正向的部分 就它那邊有框 我才用 它那邊如果沒有框 我就直接帶0進去 它撐起來全部都是0 這個就是一個 空的Lost 這樣知道嗎 然後 然後else 我就是用MS1 Lost function 不管它是0到1 還是 那個 還是這個 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總之它就是個 Linear Output 對不對 對於這個Linear Output 我就是使用MS1Lost 好你可能會說 我剛剛 不是說 第二個跟第三個 是0到1之間的數嗎 而且前面我似乎也用了 Segmoid function 去確保它是 介於0到1 對不對 Yolomap function 你看 它只有4到5 不是用 Segmoid的 剩下都是用Segmoid的 那這樣用MS1可不可以呢 答案是可以嘛 只是T度容易消失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這裡要用MS1呢 因為它的 Label 不是0跟1 所以不能用 Cross Entropy 它Label同樣也是0到1之間的數字 所以它不能用Cross Entropy 它只能夠用 MS1 好當然你可以去設計其他 function 好不好 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 因為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換Loss function 好啦 所以這個Yolomap function 這樣就懂了吧 這個Loss 這個Loss function 它的組合是怎麼出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把它全部貼上 到這裡為止 我們已經建構好了 我們的 Loss function 好我們的Loss function 建置好了喔 接著呢 接著我們是不是就要做 我們的Iterator 我們的Iterator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怎麼把JPEG變成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格式 請你 把它 就是請你參考這個 請你參考這個 過程好不好 我們這個格式是一個List 這個List 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好注意 這個Trainbox Info 就是我們 這是第幾張圖 它的機率是1 注意喔 在Label的狀況下 它的機率永遠都是1 每一個框的機率都是1 因為這是Label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是 Rolltop Robot Column Left Column Right 就是 它這個是以原圖的左上角來中心 這個Predict 這個Bunding Box 是以原圖的左上角來中心 原圖在這裡 以這個坐標當作00 然後去決定 假如說在這個點 中心在這個點 然後大概就是3 0.3 0.6 0.3 然後 不是 不好意思 它只有 它要告訴我 這裡的 Column的 這是Column的 Column Left Column Right Roll Button Roll Tough 所以這一個 Label 它描述的就是 這框的這4個成分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怎麼準備Label喔 也就是如果你要做自己的任務的時候 你的框 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知道了吧 好那注意我們的ImageList 我們的ImageList 這是我們的ImageList 長度是928 裡面的這個 這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 JPEG的Roll Factor 等一下你把這個 JPEG的Roll Factor 把它讀進來 直接 你可以用Read 等一下你看我怎麼把它讀進來就可以轉成圖了 好不好 這是一個 JPEG的Roll Factor 這不是 這不是矩陣喔 好那 這個是一個List 這是Roll Factor 好那 接著 這個函數 是我寫的一個函數叫 ShowImage函數 這個ShowImage函數 如果你 你用的 如果你用的 BoundingBox的格式 是我的格式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ShowImage函數 這個ShowImage函數 當你 ImageID的1的時候 首先我先用Read的JPEG 把第1張圖把它讀進來 這張圖叫做ResizeImage 然後並且我把本來的 TrainBoxInfo 裡面的第1個 跟第1張圖有關的 BoundingBox把它抓出來 我會得到 Sub SubBoxInfo 所以我的ResizeImage 它是一個 256x256x3的一個圖片 而我的SubBoxInfo 這就告訴我說我的第1隻皮卡丘 它的ColorLeft,ColorRight,RollBot 跟RollButton跟RollTop 分別在哪裡 你現在ShowImage 把這張圖給Show出來 我們先不要把BoundingBox畫上去好不好 我們先只看 這個圖卡在哪裡 注意在這裡 這個RollBot RollBot在哪裡呢 RollBot就是在這裡對不對 它告訴我RollBot的地方大概是 0.46 差不多吧 還不到一半對不對 是0.46的地方 RollTop呢 RollTop是0.3的地方 在這裡這樣可以嗎 然後ColorLeft ColorLeft在這裡大概0.6 ColorRight在這裡大概0.7幾 我們如果直接把它呈現出來 你就會看到 Pikaccio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的 這個 ShowImage函數 如果你有一個BoundingBox跟一個 這個Image 它就可以把這兩個Pin在一起 讓你看到有BoundingBox的圖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ShowImage函數 而我們的作業裡面是有這個函數的 這個函數在作業裡面是有提供給你的喔 好接下來我們需要一個Encode function 這個Encode function 就需要把我這個BoundingBox 轉換成我剛剛講的那個 8x8x6的一個 的一個這個 的一個這個就是 Label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Encode function 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首先需要一個IOU function 跟一個Encode function 跟一個Decore function 這個Function都很大 對不對 這個Function一定要好好研究 拜託好不好 拜託一定要好好研究啊 不然你永遠不可能 離開R啦 就這樣子 好 這個Encode function BoxInfo丟進去之後 你要告訴它 它的Number of Grid 是幾個 你要告訴它是幾個 我才有辦法告訴你說 它是在第幾格 它中心在第幾格 並且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相對 它的相對 寬度跟相對高度 是在哪裡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需要 然後它Upgrade Name 只有皮卡丘 它這個Upgrade Name 如果你有三個 它出來的 Encode function 出來就顯然是 8x8x8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Encode function 這個Encode function怎麼做喔 把這個 Subbounding Box Info 直接丟進Encode function 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 這個是我們的 Subbox Info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Encode function 好不好 這個Encode function 告訴我們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大部分是0 因為不重要嘛 對不對 它是在 4-6 4-6這一格 4-6這一格 第1個 描述什麼 它是不是個框 對不對 這一格描述的是什麼 它偏離多少 它的中心點偏離多少 對不對 這一格是描述什麼 它中心點的X偏離多少 這個是描述中心點的Y偏離多少 中心點的X偏離多少 相對 寬度相對高度 對不對 負的為什麼是負的 因為你要Exponential 對不對 你現在這樣子很難去Verify 它到底是正確還不正確 所以我們把這個圖 首先我們先用 Decore function 把這個Encode label把它 Restore回來 把它還原回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Restore function 跟原來 還在皮卡丘那邊 對不對 然後這個輔助線 是我特別在 ShowImage function 這裡 這樣你可以畫上 Grid Grid 讓你去看看 它的位置是不是正確 它在4-6 它的中心大概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它的 4-6在這裡 它的中心大概在這裡 所以說它的 它的這個 Raw的這個偏移量 是不是0.06 很小 它中心離上面很接近 對不對 離這個點很接近 而它的這個 他人的偏移量是不是就稍微多一點 到0.4 這樣可以接受嗎 它的中心點在我現在 鼠標的這裡 好 那接著 它的6 這個鐵定是1嘛 因為它就是皮卡丘 它沒有其他種了 這樣可以吧 那這裡 相對高度 相對寬度 這個 它的 Raw顯然是 它的高顯然是比較 長一點的嘛 對吧 比這個框框 來的更長一點 所以它的高是一個正數 而它的寬 比正常的一個方格來的小一點 所以它是一個負數 這樣可以吧 這樣大概知道我的 incode function在做什麼了吧 所以incode function跟decode function 你需要好好的研究喔 它都是超過100行的一個函數喔 這個函數都超過100行喔 我都已經寫給你了 拜託你只需要研究好不好 你知道我當初那我 這個東西沒有人寫 就是我自己寫出來啦 這樣可以了解嗎 接著 你有了incode function跟decode function 你當然就可以做這個 你當然就可以做這個 就是 Iterator了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Iterator怎麼做 好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今天 Present的這個語法 非常的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啊 這個圖啊 我們是不是 通常還要做 Argumentation 我現在 一張圖 我把它 就是 我把它這個 我是不是常常要做水平翻轉 我做水平翻轉 那個bounding box 的位置是不是又跑掉了 我除了做水平翻轉 我是不是還有random crop 所以 這個 MyIterator code 注意我這裡的function喔 我把圖抓進來之後 我會先問他做 我會 請他做 水平翻轉喔 他如果有水平翻轉的話 這個比較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 你就把column的部分 原本的數字就變1減嘛 這個就很簡單對吧 這個水平翻轉比較簡單 random crop 就很難喔 random crop 你就需要 減掉一個 正確的數字 然後再把它 乘回來 這樣知道嗎 這邊 就是random crop 你需要研究語法 你需要研究一下 如果我現在有做random crop random crop 我需要怎麼樣去修正 我的bounding box 修正完之後 我的bounding box 直接丟進incode function 那我就產生那個 我就產生了 剛剛我這邊寫的label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我就產生那個label這個東西 我產了label這個東西 跟data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Iterator 必須present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的 那個 我的那個 YOLO function 就必須要 連結data跟label 之間 這樣可以吧 所以 你們現在 學到這邊 你們大概 有一個感覺啦 其實深度學習模型 就是 你先想辦法把 X跟Y 弄成固定形狀 我深度學習模型 就去把它 這兩個linkage 把它找出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有沒有大概 更了解 它整個過程了 好 所以這是我的 Iterator 我的Iterator 寫好了以後 我 用這一個 Function 我就可以把 Iterator 弄出來 好 注意件事 我們這邊 再test一次 因為現在這個Iterator 會random crop 所以我想看看 他random crop之後 在show image 會不會 還是正確的 看到了嗎 他還是正確的 他被random crop 但是他還是在正確的位置 拉出一個框 而且因為他random crop 所以說他現在的 他現在的這個 他現在的這個 就是 圖片大小是 24x24 但是他下降是下降 36倍對不對 所以他出來的 這個 Label 他的dimension 是7x7 不是8x8喔 注意喔 這樣可以吧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我現在這裡的random crop 是減小32 32個維度 就是他本來256 乘256 我把他減掉32 變24乘24 你可以試試看 把這32改成64 看他wapwork 這樣才可以了解整個過程 這樣可以嗎 回家試好嗎 今天 你們的工作就是要把他貼過去 貼過去而已 就是你要親手訓練一次 我今天一行行去解釋他的語法 你只要親手貼過一次就好了 好 兩個最複雜的地方要改 搞定了 Data準備 跟model architecture 這兩個部分都非常複雜對不對 尤其model architecture 完全是我們心學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訓練了 訓練就比較簡單了 訓練的時候注意 我們這裡用了兩個callback function 這兩個callback function 是一樣 這兩個callback function 都不用改了 只是說我們現在用內建的 模型 開始訓練 好注意 我們在這裡 為什麼要先產生 Parameter 因為我們要填入 Pretrain model的Parameter 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把 Mobile net model把它存過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把 Mobile net model裡面的參數 把它先填進我們的 Parameter裡面 接著我們再把我們的Parameter 放進這裡面做Training 對不對 注意我們這裡面可以直接Training喔 我們這裡用GPU 然後我這裡 想要給他用的是 Lesson 12 好 這樣我就可以訓練了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其實就是複製貼上嘛 一路複製貼上 就可以walk了對不對 好每一秒鐘處理好幾個sample 然後就可以開始訓練啦 這樣知道嗎 好我這邊就不訓練了 好不好 可是你們等一下 我等一下把東西給你們 你們必須要貼到這裡來喔 來練習 親手訓練 訓練完了以後 你可以把 你可以拿 Validate 那個Validation data來做測試 你把這個 Validation data 讀進來 你可以 你訓練完了之後 你如果訓練完你如果今天你不要訓練太多袋好不好 訓練個10袋就好了 訓練100袋 這樣一點吃資源 訓練完了以後 如果你訓練完10袋之後 用你的model可能是不準的 因為訓練不夠嘛 請你下載這兩個 把這兩個model讀進來 這是一個參數檔跟一個架構檔嘛對不對 把它讀進來用這個model 來做predict 然後並且熟練的使用我provider的decore function 去把東西弄出來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這裡給大家20分鐘的練習時間 我們3點再來檢討 好啦這個任務很難是正常的啊 不要太氣餒好不好 回去一定要 親手訓練 好不好 那個 好那我們來 把這個模型拿來做預測好不好 那個如果有成功訓練的 反正那個gpu server也不是你的嘛對不對 你就放著給他訓練擺帶 然後用自己訓練出來做預測好不好 不要下載我的 好那如果你要 你要做預測的話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跟你們講喔 你們剛剛訓練這一個 這一串語法總共有 將近700行對不對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不要把他毀掉 好不好 不要把他刪了 因為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改 沒有loss function 等一下我們要改loss function 所以這個不要刪 好不好 這樣等一下比較好改 好那我們 如果你有這個檔案的話我們先把這個 validation data讀進來 好這個validation data把他讀進來 好validation data讀進來這個下面這個 Present這個圖 我就不用了好不好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 model把他抓出來 好這個我的yolo model 重點是我這個yolo model嘛 我這個yolo model啊 我現在決定 我要model mxmodel.load 好我把他放在哪裡我看一下 偷偷看一下把他讀進來 model yolo v1 第0代 好 我們把他讀進來你看喔 好讀進來這個predict output 就是我現在那個model讀進來 然後我把x丟進去 他predict出來output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 第一個 是不是 描述有沒有 皮卡丘在哪裡 皮卡丘在哪裡格子嘛對不對 來我們把 這個 他的 第一個維度 這是 為什麼維度真的不正確 喔 我是用yolo model弄錯了 是predict output 好這個東西 我們把他run的一下好不好 好你有沒有發現這裡他就是這一格他認為這一格有皮卡丘對吧 而且機率高達1 這樣可以接受嗎 他認為這一格有皮卡丘 好然後 我們要把他decode的嘛 實際上我們根本不需要 做這一格 我們根本不需要自己解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有decode function嗎 好直接用decode function 把predict bounding box 把它解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predict bounding box 這是我們predict bounding box 我們現在把predict bounding box 和我們的 這個圖片把它疊在一起 看一下預測準不準 好準嗎 覺得還可以吧 沒有完全match 但是 的確有看到皮卡丘就在那裡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這個 物件四元模型整個 流程就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就是帶大家完整的走一遍流程 但是這是最basic的model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首先 我們要先來講一件事情 那 這個東西準不準 我們要怎麼量化 這個東西準不準我們要怎麼量化 我們現在沒有量化指標嘛對不對 那個 我們現在可以畫 Around Curve嗎 不行嘛對不對 因為這不是物件識別 物件識別它是哪一類 這個東西 惡元 這個我們那個 以前在學統計的時候都有學過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物件識別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樣去 做這個物件識別的這個 就是這個 模型的效果的評估 好 那我們 現在決定 我們用 這一個challenge 這個VOC challenge 跟COCO challenge 他是 幾個 還有Google Open Image Dataset 的那個 competition 這個是 幾個最知名的物件識別競賽 就是 這些單位他把他的image 放上去 Open Data 給大家做training 這個就跟Imagenet一樣 Imagenet那個時候 他 他 認為最好的指標 Top 5 Accuracy 他用Top 5 Accuracy 來當作指標 就是 你選一千類 你認為前五類你只要有命中就可以了 就是你選 選五個出來 一千選五 那五個裡面有命中真實的label 他認為是有命中 然後他用Top 5 Accuracy來當作指標 那這三個 競賽他都用 Average Precision來當作指標 這個Average position 因為每一個 一個比賽通常他的 這個物件類別通常會有幾千 可能會有幾十類 比如說 你們 那個上次家庭作業總共有80類 他把80類的 Average precision 把它平均起來 變成 Min Average precision 這個Min Average precision 多少就代表 你的model performance 是多少 這樣知道嗎 那當然 0是最小 1是最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這個任務 我們皮卡丘model的 Average precision 是多少 Average precision 我們要先講一下 Precision 其實就是醫學上用的 Positive predict value 陽性預測值 Average Precision 是在每一個不同的recode之下 所有Precision的平均值 所以我們必須先畫一個 Precision Recode Curve 這個 這個 X軸是recode Y軸是Precision 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以後 Around the curve會不會畫 不會畫的話 參考一下我們上學 上學期 用手刻的 好不好 我們上學期有用手刻嗎 對不對 不會畫的話 參考一下 Recode Precision 的Curve 畫出來以後 注意一下 他 這個 他會凹下去 他會凹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在同樣的recode之下 他的這個 同樣的recode之下 有時候他的 陽性預測值會降很低 所以 這樣子的話我完全沒有必要 我在這樣的recode之下 完全沒有必要用這個點 對不對 所以他 可以把他 他接受用虛線把他標平 也就是如果 這個右邊的 如果右邊的 Precision 比左邊的高 他就以右邊的為主 注意一下 這個是 Average 那個 Average Precision 他的定義 他就是這樣 這樣做的 那根據這個定義 我們假設有一串 序列 值與真實值的序列 我們來算出他的 Average Precision 他需要這樣算 這個 Predict value 就是 他是 他的這個 Predict的這個 Bounding Box的這個 機率是多少 那 Real value 就是他有沒有命 他實際上有還是沒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有還是沒有 我們用 跟真實 我們實際上操作的時候 是用跟真實 匡的 IOU 來做一個 這個判斷 他到底有沒有命中 那邊到底有沒有匡 如果IOU大於50 就算有的話 那個 Average Precision 後面就會加個小標 Average Precision 15 50 那Average Precision 50 跟Average Precision 95 請問一下哪個數值應該比較高 英主 哪個數值應該比較高 同個model Average Precision 50 跟Average Precision 90 哪個應該比較高一點 蛤 90應該比較高一點 當然 當然是50呀 50為什麼會比較高 因為 50是 IOU Interesting of 那個就是 那個字是什麼啊 U是哪個字啊 Union Union 連擊 好 那個 ㄟ 那 I是什麼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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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 喔 Interesting Union 就是 重疊的面積 重疊的單位 好好好 這個IOU啊 我忘記他全名叫什麼了好不好 這個IOU啊 他大於50的話就叫命中啦 跟大於95叫命中 那當然是大於50叫命中的比較寬鬆啊 所以整個 Average Precision 50會比較高一點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呀 你現在會算這個 Average Precision之後你就知道只要我有real value 跟我的 Predict value 加上我的Number of object 就是我Number of object 可能有一個框 是我從來沒有命中的啊 我這邊Present了六個框 他的機率分別是這樣子 然後他 有沒有命中這樣 可是總共有四個框啊 有一個根本沒有被看到 所以說 有這三個數字 我就可以算出Average Precision 同樣這一個 語法我已經寫好了 你只需要provide 這三組數字 我就可以幫你算出Average Precision 這樣知道嗎 好原來是 Intercession over Union All還不是All Off 對不對 好算了 Union Union是連擊沒有錯啦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 以這個VocChallenge來講 IOU大於0.5才叫預測成功 那這個框呢 他的IOU是多少呢 我們把 SubboxInfo 跟Predict BoxInfo 把它 做一個 這個SubboxInfo我還是要 SubboxInfo還是要把它抓出來啊 這個IOU 好這個IOU 就是我們現在這張圖的IOU 其實只有0.42啊 所以其實來我們現在把那個 真實的這個 我們把這個我們這樣就可以啦 我們把這個rbind Predict Bounding BoxInfo跟這個 呃 SubboxInfo嘛 欸靠為什麼不給我 不給面子欸 欸 為什麼會 沒有辦法match 喔多一個color啊 那就 然後 那我就不要color啦 1到 1234567 這樣就可以了吧 好這樣看到了這兩個框他IOU其實 只有0.4 所以IOU 而且你 其實你看到這兩框已經非常match了對不對 還只有0.4 所以IOU是一個很嚴格的指標喔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寬鬆的指標 實際上是沒有命中的 所以說如果你們看到一個model 舉例來說 我可以跟你們講 那個舉例來說YOLO V3 在Coco Challenge裡面 Coco Challenge就是那40類 不是那80類 就是我家庭作為game的那個model 我家庭作為game的那個model 你們覺得準不準 你們試起來覺得準不準 蛤 雅庭你覺得試起來準不準 蛤 你就說準或不準還是沒事 你說準 好我可以跟你們講他的 那個 Main Average Precision 80類別的在Coco Challenge裡面 大概只有0.4幾吧 你就知道 你們覺得準的東西那個指標有多爛啊 所以這個指標非常非常嚴格啊 這個指標 他設計人這樣子齁 要達到100非常難啊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 呃 所以物件識別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喔 好 這個是我們的AP function 這個AP function就是我們可以決定我們的 那個 Average Precision 是多少 好 好那如果我們有我們的Average Precision 我們知道以後 請你花 呃這個 請你花一些時間 來看看我們 那個我們訓練出來的model 在Validation Dataset裡面 這個他的Average Precision多少 請你算出來好不好 這邊大概 呃我們花5到10分鐘的時間 如果 你覺得太趕了 如果你model訓練出來的話 用自己的model 來試一定是最好的啊 你可以改一下你的model 舉例來說 你可以改Lost function的一些參數啊 或者你可以改這個 呃 你可以用這個resnet來做這個預測啊 或是你可以加一些什麼L2正則化啊 還有改變他的bench size 回家你可以做一些實驗 去試試看怎麼樣會有最高的Average Precision 這樣知道吧 好我們來做一個練習吧 我們來看一下 全部貼上來就可以啦 總之你就是一張張圖算嘛 一張張圖算完之後 你會有個predict box info 這樣的一個 哎哦 我們一張張張圖算嘛 然後我們的這個 呃我們的predict 我們的CTX 呃mx GPU 作弊一下 Lesson12 哎 怎麼會這樣 沒有打斜線 好這個predict box info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每一張圖的 我們每一張圖的這個bounding box 他的prediction 然後我們接著可以calculate iou嘛對不對 我們每一張我們先假設 這個他都沒有命中 這些東西都沒有命中 然後我們看他跟每個真實label的iou嘛對不對 iou算完之後 算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這三個數值了 objet iou總共有 總共序列長這樣 probability 分別長這樣 number of object 就是總共有96個框嘛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用我的ap function 計算出 我的 average precision 多少了 喔 我的ap function在前面 0.86 好0.86 所以我 現在給你們這個model 他的模型準確路是0.86 啊這個 呃你們可以自己在 就是 自己在訓練模型 看有沒有超過這個數字 不過 皮卡丘這個任務 呃 就是真的很簡單啊 所以 呃不用 就是不用搞那麼認真 好不好 這樣可以嗎 呃注意一下喔 你的皮卡丘如果一張圖裡面有多隻 他可不可以拉出多個框 你層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喔 好不好 自己回家 自己回去 看一下要不要多貼幾隻皮卡丘 看一下 他是不是 真的可以拉出很多隻 好大家是可以的 你可以試試看 好接下來 我們要教的東西就比較簡單啊 今天 最難的部分已經過去了 今天最難的部分是那 700行的語法嘛 對不對 你要了解這700行的語法 這個回家一定要好好練習啊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呃 這個 我們 這兩節課教的東西非常的硬啊 這個 下節課教的東西其實也沒有很不硬喔 文字就是一個新的領域這樣子 好我跟你們講啊 就是我們 到現在開始 就是每兩節課 那個 課程內容都會非常的硬 就是那兩節課有個單元嘛 那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應用領域啊 那個 要聽得懂 就是非常難這樣子 好今天你們已經感覺到很難了嘛對不對 下節課你們會感覺到也很難這樣子 好那這個 接著齁我們要知道 我們剛剛不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 0到1我們就用 Cross Entropy 然後 如果是連續的 我們是不是就要用這個 這個 MSE Min Square Error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這個 Lost Function 呃 我們現在好像就只會這種啊 有沒有其他Lost Function 答案是有的 好不好 其中第一個 叫做 我們 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物件識別的任務裡面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每一個 皮卡丘的圖 是我們都 Predict 多少個框呢 都有多少 Candidate的框 是不是 8乘8個 Candidate的框 對不對 8乘8個嘛 我們 每一次輸出都 8乘8乘6不是嗎 那個 每6個數字 描述一個框嘛 所以我們每一張圖 都有64個 Predict值對不對 大部分是0 只有一個是1 但在我們的Sample 只有一個是1 可是就算你是 做一般的圖片 一個圖片裡面 通常 大概也不會 超過10個物件吧 頂多100個物件 給你很多了 好不好 100個物件 你想想看 你當初在拉框的時候 你要拉到什麼 民國幾年啊 對不對 啊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個YOLO V3的那個model 就是你們家庭作業 那個model 他Predict幾個框啊 6000多個框 6000多個框 只有10個是真的框 剩下都是假的框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 非常 Imbalance的一個 training Imbalance的training 我們要用什麼技術 恩 映竹 Imbalance的training 我們要用什麼技術 Imbalance不平衡 正樣本非常的 這個少 好 Overlapping 用oversampling可以嗎 你是想講oversampling 但不想講overlapping 還是 過 然後採樣 好不好 採樣 不是lapping 可以嗎 採樣 採樣sampling 就是我把這個正樣本跟副樣本弄成一樣多嘛對不對 可是物件識別的任務我要怎麼oversampling 凱傑 這怎麼oversampling 我一張圖預測 本來 我THU預測64個框啊 我怎麼把他變3232 啊不然我要oversampling啊 我現在在做物件識別任務啊 我要怎麼oversampling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我要預測64 我 我總共預測64的框嘛 一張圖我預測64的框嘛對不對 那其中只有一個是真的 剩下都是假的 那這樣子 model performance一定不好嘛 對不對 是吧 那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框做oversampling啊 啊 凱傑你不是也在做物件識別嗎 那我要怎麼做 oversampling 凱傑這問題有這麼難嗎 會不會學 學弟妹會你不會啊 啊 蛤 黎欣你要不要發表一下 這怎麼做oversampling 你怎麼每次都搖頭啊 搖頭是指不會還是 沒有想法 印竹你有沒有想法 現在沒有 海倫你有沒有想法 蛤 用抽的 印竹你有沒有想法 沒有是不是 好 我來告訴你們 答案是不行 根本就不能oversampling 怎麼可能oversampling嘛 你告訴我 你怎麼 你把皮卡丘怎麼樣貼 你可以貼得天衣無縫 然後貼到讓一張圖裡面有32隻皮卡丘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 尤其是如果你在做一般的任務識別的時候 假如說 你總共一張圖 他預測了6000個框 然後你要 拉出 你要弄出這個 假如說 3000隻狗 你怎麼塞在一張圖上面3000隻狗啦 不可能嘛 這樣懂你意思嗎 不可能的 既然他不可能oversampling 那怎麼辦啊 不平衡是一定會出包的啊 所以有一個技術 叫undersampling undersampling是什麼勒 就是 oversampling就是我本來是1比63 我把1抽成63嘛 這樣63比63嘛對不對 那既然我1不可能變多 那我把63變1不就好了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63變1這件事做不做得到 欸可以啊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loss function 那邊對不對 我們剛剛loss function那邊 63個都有加進去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下次不要 我們那63那邊 我們隨機的指定62個數字乘上0 欸那這樣是不是就相當於是undersampling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在那邊故意加一個drop layer drop out layer嘛 然後強迫他 有32個 本來63個輸出 63個那個輸出 裡面有 62個是0 這樣 我們就解決了嗎 undersampling是可以做的喔 可是undersampling有什麼問題 這個information沒有用完整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太麻煩了 我又希望 東西用多一點對不對 好問一下 問一下 平常為什麼我們都學 oversampling不學undersampling 就是因為undersampling會浪費我很多樣本嘛 對不對 我本來是 假如說我原本是這個 那個 Case跟Control Case100個Control1萬個 那我本來是把 Case100變成1萬 那Control1萬個都是有用到的喔 這樣可以吧 那我現在 把Control抽100個上來 你可以接受嗎 不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可是undersampling雖然可行 但他實在太浪費樣本的他 所以那個 這個時候他就想到 這個時候就有人想到一件事 那我要怎麼決定 我還是想做undersampling呢 因為oversampling不可以做 我們今天確定一件事 oversampling就是不能做 所以我還是要做undersampling 可是我做undersampling的時候 我不要隨機抽好了 隨機抽聽起來不好 那我來抽我認錯的好不好 我只抽我認錯的 我不要抽 因為認錯就是難的嘛 對不對 我undersampling的話 我不要抽那種 我早就知道這邊沒東西了 我要找那種 看起來像個東西 但實際上不是東西的 來當副樣本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舉例說我們這一片白牆 我抽那個地方 說沒有東西 這樣子那個AI 我也學不會嘛 對不對 我就要抽那種 就是 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欸可是 可是這個 這個 這個聽起來就很難啊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每次 training 完 我每次 做完一個 loss 之後 我都要把中間那一層 Predict結果跟Label做個比較 然後再重新抽上來做 這樣可以吧 這個方法 叫做 Online Hard Example Mining 這個方法超麻煩啊 你用寫程式 你用想的就知道 那個寫程式有多麻煩 這樣知道吧 不是寫不出來喔 是寫得出來的喔 好不好 不過你用想就知道有多難 所以這個時候啊 來來來 這個時候 欸 這兩個人是誰啊 欸講一下 這兩個人是誰 啊右邊那個是誰 右邊那個是誰 忘記了 桑台客有提到 沒錯 RCNN就他做的 Fest RCNN也是他做的 Fest RCNN還是他做的 Mask RCNN還是他做的 只是說Mask RCNN跟Fest RCNN 除了他還有何凱民這樣子 因為他們現在紅式啦 他們都在Facebook 這樣可以嗎 何凱民那個 發表完那個Recigunnet之後 就從Microsoft跳槽到了Facebook 好 那 怎麼又是他們 他們就想到了一個方法 叫Focal Loss 這個Focal Loss很有趣喔 這個Focal Loss就是啊 如果我今天啊 我的正樣本 我希望給我 犯錯的樣本一個比較大權重 我希望給我 這個已經學會的樣本 給一個比較小的權重 那怎麼做呢 來數學 這是我們 原始的 Cross Loss P的函數 這個Cross Loss P的函數 當 這個Alpha跟 1-Alpha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要 對正樣本的權重 負樣本的權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是啊來 Focal Loss函數 跟這個函數只差在一個地方 就是他在Alpha 乘以Y乘以Log P的中間 乘上個 1-P的 伽馬次方 這個伽馬次方 我們那個伽馬是一個 超參數可以調整的 伽馬等於0的時候 Focal Loss是不是就完全等於 Cross Entropy 伽馬等於0的時候 內向等於1嘛 對吧 那伽馬等於1的時候呢 內向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1-P的伽馬次方 1-P P是我Present出來的數字 對不對 所以我Present出來的數字 越接近0 這個數字是不是越大 越接近0這個數字越大 越接近1這個數字越小 0代表我犯錯了對不對 因為這是正樣本 這是正樣本 現在 左邊 加號左邊的這裡是正樣本嘛 如果我的P 是0的話 是不是代表我犯錯了 所以如果我犯錯的話 我的權重就大 如果 很接近正確答案了 舉例來說 我已經非常非常接近1了 這個伽馬不知道不管是多少 都是很小的數字嘛 對不對 我就幾乎沒有loss了 這樣可以嗎 同理我在 負樣本的部分 我就是P的伽馬次方 當P很大 當負樣本 而且有P又很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的權重就很 很大 如果除非我這個權重如果很接近0 那這一項會變得很小 所以說focal loss 就是做了一個軟邊界的 hard hard sample hard example mining 這樣子軟邊界的喔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告訴你說 我抽 最難的那個出來 然後跟我的 positive sample 做一起去training 而我現在把我的 negative sample 把它很難 把 根據我犯錯的程度 我去給他一個加權 這樣懂意思了嗎 那如果你 認為focal loss 是可行的 我們 至少 以後我們就只要 多一個參數可以調整嘛 就gamma這個參數可以調整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函數難不難寫 真的函數不難寫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學那麼多 model architecture 這個focal loss 跟cross entropy 對我們來講應該都是 同樣的好寫 對吧 只是前面多加的像嘛 所以 我們的focal loss 來注意一下 cross entropy 就是gamma乃於0的時候 gamma乃於0的時候 你犯錯 這個是完全正確 這個是完全正確給的loss 這個是犯錯給的loss 你會發現 完全正確 如果你的這個 gamma數字很大的時候 他只要正確一點點 他只要往正確那邊走 他的權重就變小了 他的loss就變小了 這樣懂意思了嗎 這個focal loss就是這樣設計的 欸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他在focal loss這篇paper啊 他就只是改個loss 他就發了一篇paper啊 你那個 令志你有沒有覺得 從這裡改到這裡 真的是一個 真的是沒什麼改動 那你猜focal loss 被引用了幾次 三四百次 我其實不知道啦 好不好 我其實不知道 我來看一下幾次 三千次啊 你猜 他就只是換個loss而已啊 這樣就知道 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賀凱銘提出的東西都很簡單 這個 很簡單又有效 這就是有用啊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要怎麼改focal loss呢 來這是傳統的 cross entropy function 而focal loss呢 多一個gamma 欸gamma在哪裡 靠gamma勒 噢gamma在這裡 gamma在這裡 前面 出現一個 出現一個 gamma向 1-p的gamma向 和後面有一個 p的gamma向 這樣可以吧 這個 focal loss 就是有一個 多帶一個 gamma這個參數的 cross entropy函數 這個函數 我們把它 貼到 前面training這裡 把 cross entropy 在哪裡 cross entropy 這裡 下面加一個 focal loss function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們現在就多了一個 focal loss 方形可以用囉 本來是用 cross entropy 現在 加一個 focal loss 這樣可以吧 等一下練習題就是把 cross entropy 改成focal loss 好不要急喔 還有還有還有 剛剛那個是 類別的 0到1的 損失按數 0到1的損失按數 就是0到1的損失按數 我從cross entropy 換成focal loss 可是我是不是還有一個 是ms1 min square error min square error 這個東西 我也對他不滿了 為什麼 這個 這個 min square error 對於極端值 是不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懲罰 對吧 可是 在boundingbox這裡有一個問題喔 他對極端值有非常大的懲罰 的確是很糟糕沒有錯 可是對於拉框這件事情來講 就是他框錯就框錯嘛 懂得意思嗎 他對極端值可以不要有那麼大的懲罰 因為拉框這件事情喔 拉的框稍微大一點 跟拉的框這個就是 拉的框稍微大一點不必給那麼大懲罰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拉 有另外一個函數叫 MA1 min absolute error 這個函數啊 他對極端值的懲罰是不是就小很多了 對吧 因為他絕對值嘛 他不是 他不是這個平方 那個他不是平方 這樣可以吧 好可是這個函數有什麼問題啊 這個函數有個問題 就是啊 他在 零的地方 不可為他是有一個轉折點 所以這個函數啊訓練起來會 這個梯度會不穩定 就你從左邊偏到右邊的時候 就是你預測偏小一點點的時候 跟偏右一點點的時候 他的差別會太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他的差別會太大 因為他的斜率啊 從正1變成負1 可是min square error就不一樣囉 min square error在右邊的時候 他的斜率可能是 正0.1 而在他右邊左邊可能是-0.1 差別很小 所以他如果偏移一點點的話 就比較不會出錯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有什麼函數可以同時整合 MA1和 MSE的優點 也就是我希望啊 在數字小的時候 我用MSE 對吧 就是在零附近的時候 MSE 在 1超過 在數字很大的時候 我用MA1 就我對他懲罰不要太大 有沒有這種函數啊 一組有沒有這種函數 講得非常好啊 設計就有啊 對不對 說我們可以給一個 絕對有一個參數嘛對不對 就比如說超過1的時候 超過1的時候我要用MA1 小於1的時候我要用MSE 對不對 因為1這個數字剛好是MA1跟MSE的交界嘛 對不對 這樣看1跟-1啦 剛好是交界 好 有一個函數 他比較方便 叫Log Cosh Log Cosh函數長這個樣子 Cosh Cosh函數長這個樣子 雙曲 余弦函數 他再加上Log Log Cosh函數就是這個綠色這條線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紅色的是MSE 黑色的是MA1 你有沒有發現他在 E這裡 是不是就很接近 MSE 然後他在上面的地方是不是一個線性成長 而不是 而不是那個平方式成長 對吧 所以Log Cosh這個函數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用了 先 做Cosh Cosh function再加一個Log 這樣可以吧 Cosh function再加一個Log 在這個聽起來很難寫啦 不過在R裡面 這個沒有那麼難寫 因為Cosh這個函數 這個MXNET有給 所以你不用自己寫 自己寫沒有那麼難啊 就長那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Cosh 對 Different 做一個Cosh 然後再取Log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Log Cosh function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Log Cosh function 把它放到我們的Focal Loss的下面 好 所以公差來了 練習3 請你把 YOLO Loss function 裡面的 Cross Entropy 改成 Focal Loss 裡面的 這個 MSE改成 Log Cosh function 然後 重新Train一次 那我們這邊給5分鐘就好啦 這個應該超簡單啦對不對 對不對 給5分鐘就好了 開始Training之後 我們就開始上課 好要改掉這個東西啊 就是你只要改 Model Arctitial的部分 然後你把這個 YOLO Loss這裡 把它的 Cross Entropy 本來在這裡 改成Focal Loss 並且在這裡加上Gamma向 Focal Loss 加上Gamma向 Focal Loss加上Gamma向 然後Log Cosh這裡啊 就直接把它換 把MSE換成Log Cosh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你的 YOLO Loss function 可以直接把它 貼過來 把它改掉 接著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最終的這個 這樣就可以做Training了 我們來做一個 示範 他還開始Trained了 我就把它停掉了 因為這個可以一直Trained下去 然後把它關掉了 那 你換了一個Loss function 當然你就可以 試試看他的 那個 Average Precision 是不是有上升 或下降 對不對 甚至 Focal Loss的部分 你可以去調整他的 那個Gamma值嘛 對不對 你可以去決定 到底你要用多少 你要 就是你到底要這個 就是 你要調成哪個數字 這個Average Precision 會高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吧 不過因為皮卡丘這個任務 實在太簡單了啦 所以沒有必要這樣搞 那你以後 這是一個可以調的超參數 好不好 不過我們期待就是以後 你如果就是 真的去工作啊 或什麼 你在 要提升model performance的時候 不要老實只會調參數 有一些比較高級的調參數法 假如換架構啊 什麼之類的 這樣可以吧 換Loss算是一種 終極的調參數法 好不好 比那個直接調那個什麼 呃 這個權重衰選係數啊 Benet size啊 稍微高級一點點 但沒有高級很多 這樣子 好那我們 最後要來講最後一個東西啦 今天 我們的這個 YOLO model的這個training YOLO注意一下喔 YOLO這個model啊 他的全名叫做 You only look once 就是你只要看一次 你只要看一次 那個 他的意思是 我是一個 一階段的模型 這個還記得我們上一節上課的時候有介紹兩階段模型嗎 RCNN系列 對不對 是不是都非常的浪費運算時間 YOLO他提出 這是一個 You only look once 你只需要看一次的這個一階段模型 那 我們今天 訓練 用的YOLO model 是YOLO的Version 1 那YOLO實際上有Version 2跟Version 3 現在應該還沒有Version 4 那Version 2 Version 3開始 有個新的東西出來了 叫做Uncle Box 這東西叫毛框 毛框啊 毛框這個東西是跟RCN有關的 還記得我們在做RCNN的時候 我們在介紹RCNN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是有說預先Present好很多個框 然後我們把那些框 用CNN抽特徵值 然後抽完特徵值之後做預測然後去看那個框 這個 偏移的這個 長寬還有它的坐標 各有多少 對吧 有這個印象吧 如果你有這個印象的話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毛框這個概念啊 其實很早前就被用了 只是YOLO VERSION 1的時候沒有用它 那我們現在在YOLO VERSION 2以後 就有用它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這麼想啊 舉例來說假設我今天啊 一次要預測三個框 就是我在同一張特徵圖這裡 我們剛剛這裡不是255嗎 我們不是說這裡有三個框嗎 那如果今天 有一格 我把這個擦掉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在這裡 有一個這個框 好它是要分 它的中心點在這裡 所以我要分配給這個對不對 可是這裡不是會預測三個框嗎 那我到底要給誰 來我們這邊不是會預測 我們不是會 弄成85 85 85 那我要三個都給嗎 還是給誰 我如果三個都給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這三個權重就永遠是一樣啦 他在做一模一樣的預測嘛對不對 那我到底要給誰啊 我要給 我要給一號還二號還三號 我要給誰 沒有idea嗎 沒有任何idea 我不知道我要給誰 對吧 你給你 你也不能隨機給 你給隨機給的話 那個model 訓練起來會非常confused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啊 毛框的重要性就出來了啦 第一個 東西是什麼呢來 首先 我們可以先指定 一號框 我們希望他的毛框長這樣的 二號框 我們希望他的毛框是正方形的 三號框我們希望他是扁的 假設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可以指定啊 一號框的毛框長成這樣子 二號框的毛框長這樣 三號框長這樣 欸那我們就可以計算啊 這個紅框 離哪個毛框 計算起來偏一樣最小 對吧 那我就用他了 好注意 三個毛框的中心點 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這三我們完全只看形狀 我們不看 我們只看形狀 我們不看位置 對吧 所以 這個框 他比較瘦長嘛 對不對 理所當然的 他其實很難判斷要給這麼瘦長嗎 還是給正方形的 可能就會配給正方形的 這樣我就會把 我就會 這樣子我 對於這個紅色框 我label出來 算255個數字 就是 零 零 零 點點點點點點 85個 然後 接下來 一 因為這 第二個框我要嘛 對不對 我用第二個框 然後他有一些 偏移量 X座標的偏移量 Y座標的偏移量 那個 H W 然後 他可能是 假如說他可能是第三類 所以可能是 001 這樣可以嗎 然後後面又0 點點點點 然後這邊85 然後最後的85個數字 就是 因為通過都是0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有了毛框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 框 分配給 某一個 某一個 就是 某一個 某一個地方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同樣的 我們現在的model不是跌三層嗎 我們的URO V3 model不是跌三層嗎 所以跌三層暗示了什麼事情 這邊除了割乘三層三之外 他同一個時間 還有一個subimage 這個subimage 是割乘六層六的 他是割乘六層六的 同樣的紅框 同樣的紅框大概在這裡 同樣的紅框大概在這裡 那對於這個subimage 這個小image 就是他可能配對照是26x26這一層的對不對 他還有一個上面那層的我就不畫了 對於這個來講 同樣也是三個毛框啊對不對 這條毛框 他的中心點在這裡嘛 他的中心點在這裡 他的三個毛框 同樣也長這樣 那我要配給誰 如果他的框比較大 我就配給他嘛對不對 如果他的框比較小我就配給他 所以就算我一次出現 九個三層圖 每一層圖 每一層圖都有 同樣一個紅色的在三層圖都會出現啊 我要分配給哪一層 大的物件我就分配給 這個 我就分配給月下面的嘛對不對 小物件我就分配給月下面嘛 所以他就不會打架了 這樣知道吧 所以毛框有這個好處 這是第一個好處 我可以 妥善的分配我的 Label要給誰 這樣可以嗎 毛框的第二個好處在哪裡咧 就舉例來說 我今天要預測 我預測的標的 就像我是一個做自動駕駛車的公司 我的Label裡面 要嘛就是人 要嘛就是車子 啊請問那個人長什麼樣子 人一定是長得 瘦瘦高高的嘛 對不對 幹嘛笑什麼 你們那邊肥宅 你以前的公司肥宅很多嗎 的 你們Data裡面肥宅很多嗎 應該 瘦高的還是比較 瘦高的比較多吧 對不對 你們框大分是瘦高的吧 車子呢車子一定是扁的嘛 對不對 車子也沒有方的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如果 Uncle Box 一個是扁的 一個是 一個是高的 這樣是不是我的 便宜量可以比較少一點 欸便宜量少很重要喔 你不要覺得 所以Model是萬能啦 好不好 Model有時候 偏移量那邊根本訓練不到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可能覺得 光訓練那個什麼機率跟類別 就很困難了 他那邊沒辦法優化 那 也許我的 那如果我能夠 我的AQBOX 已經很Match我的Data了 比較理想的狀況下 甚至 我就 偏移量是完全不需要學的啊 他就只有兩種框 一種是扁的 一種是高的 我就只要選對 這樣他就會很準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UNCLEBOX有這兩個好處 我們必須要學習UNCLEBOX 好 學習UNCLEBOX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要怎麼決定 UNCLEBOX的數目勒 這就是下一個我要決定了嘛 對不對 好 數目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自己想啊 對不對 主要說像皮卡丘的任務 我就 決定就只有1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其他任務呢 我要決定幾個UNCLEBOX 這個 數目我可以自己決定 因為 數目跟Model的複雜度有關 對不對 可是 我要決定 誰分配給 哪一個UNCLEBOX 這個 就要好好想了 對吧 還要我的UNCLEBOX 有沒有什麼好的 自動化的方法 可以告訴我 不要你告訴我說 多這三個 對不對 可不可以告訴我說 他長成什麼樣子 比較合適 對吧 這樣可以吧 這裡我們就需要用到 集群分析 這個技術 好 我們來把這個 Model給他讀進來 我們現在可以把清空了 讀進來之後 你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現在 我的UNCLEBOX 是不是只要看長寬比 我不需要 我只要看長寬 我不需要知道他的X座標 所以我先把 Training Box Info 跟 他的Training Box Info 第三個 數字跟第三個Column 跟第二個Column 分別是 這個Column 所以我 這個右邊撿左邊 還有這個 下面撿上面 這樣我 取了LOG之後 我取了LOG之後 是不是 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我的 那個寬度跟高度 是不是正無線大到 負線大 我的這個UNCLEBOX Info 我把它plot到 第一個 這是寬度 這是高度 這是不是就是我所有的點 我所有的UNCLEBOX 他的長寬 對不對那我可以 顯然下面就是 顯然下面就是比較小的框嘛 對不對 上面就是比較大的框嘛 然後我們可以用上面的中間 還有下面的中間 當作UNCLEBOX 對吧 可以接受這樣子嘛 好 注意為什麼要取LOG 因為 我們的UNCLEBOX 跟我們的偏移量 我們偏移量要取了LOG 我們偏移量是倍數關係嘛 取了LOG可以把倍數關係變加反關係 所以現在這樣我們取到UNCLEBOX 會是幾何平均數 幾何平均數的UNCLEBOX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 把UNCLEBOX這個東西丟進K-Means這個函數 這個 你可以不用K-Means這個函數決定啦 K-Means這個函數 假如我要決定 我要取9個 然後疊在 10次 我這樣取完之後 這個K-Means model裡面 這是一個集群分析的函數啦 這個K-Means model裡面 我就可以把我的UNCLEBOX 裡面 Centers 這個K-Means的Centers 就是我的9個框的 長寬比我都已經知道了 這是9個 9個長寬比這樣知道嗎 然後我可以把 我的 好這個UNCLEBOX我們看一下喔 9個長寬比我都知道 然後因為YOLO V3總共有三層嘛 我們把最小的三個 分配給LV1 最小的三個分配給LV1 這三個是比較小的框 而 依序有123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個RANK1到9 9就是最大的那個框 1就是最小的那個框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你注意一下 注意一件事情喔 當我們把UNCLEBOX決定了以後 我們還可以把它 視覺化看出來 這9個框 的MIN到底在哪裡 看到了嗎 這是第9個框 第9框所負責的 第9框所負責的這個 的這個 BOUNDING BOX 這是第1個框所負責的BOUNDING BOX 這裏的長寬最小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邊只有0.8跟0.12 這裏這隻皮卡丘就比較大 這幾隻皮卡丘比較大 這幾隻皮卡丘比較小 這跟你的拉近拉遠有關係嘛 這樣可以嗎 好那決定9個毛框之後 下一步是把物件指定給某個毛框負責 這東西在哪裡勒 你的K-Means裡面 他就有這個K-Means裡面的什麼 我看一下喔 Cluster 他的Cluster就是告訴我說 我現在的框 我現在的框是被分配到第幾個框 第幾群這樣知道嗎 那我就可以把它分配給那個UNCLE BOX啊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TRAINING BOX 把他的 CENTER RAW 跟CENTER CULUM把他算出來 CENTER RAW跟CENTER CULUM 是我們的這個 就是 左側平均嘛對不對 左側平均跟上台平均 然後我們的這個 長跟寬 這個 就是Exponential 先把Exponential起來 Exponential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Exponential是 UNCLE BOX的Exponential 這樣知道 Exponential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是UNCLE BOX的Exponential 這個東西為什麼是Exp啊 我這邊在幹什麼 不太合理啊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東西 喔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從哪裡叫出來的 喔 這個是剛剛我們的每一個框啊 每一個框的那個 長減寬取LOG 所以我要Exponential回來 它原始的寬度 跟原始的高度 這樣知道嗎 這邊 這樣我看懂了 然後這個是你 實際UNCLE BOX的 寬度跟高度 你去根據你的Cluster 去決定的 你是要用哪一個UNCLE BOX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 Training的 BOX Info把它改成 你看喔 我這個第1個框 我是分配給第6個UNCLE BOX 它是第2層的第1個框 這樣知道 這些information就出來了 然後因為我有UNCLE BOX 也有UNCLE BOX的寬度 也有UNCLE BOX的高度 然後也有 Bounding BOX實際的高度跟寬度 所以我就可以相除 然後 取LOG 我就得到那個偏移量了 這樣可以嗎 我Label就可以 我Encode function就可以換成 我就可以換成UNCLE BOX版的Encode function 那這個Encode function 就要重新寫啦 有UNCLE BOX的 這個Encode function 跟沒有UNCLE BOX的Encode function 是不一樣的 我這裡 提供的 這一個是 有UNCLE BOX的 Encode function跟 Decode function 你可以試著把它 Encode Decode起來 我把它複製起來 好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來試一下 後面的使用方法就完全一樣啦 我們的 Subbox Info 先Encode 再Decode 回來 一樣 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圖 好我懶得秀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 我把Show Image那個函數給刪掉了 那在好前面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試試看 我的Encode function跟Decode function就被改掉了 好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喔 我現在在這裡提供的Encode function跟Decode function 是可以最多三層的喔 你的N grid這裡可以去指定 他是 不只可以最多三層 你要四層也可以啦 好不好 只是說三層通常就很多了 你可以指定你的 這個 你的下來的這個Number of Greed 分別要幾幾幾這樣子 通常這個 倍數都是一個兩倍為一個區間 這樣可以接送喔 好 好 然後 今天 我們的上課就上到這裡 今天的課程應該是非常難啦 好不好 那這個 呃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皮卡丘這個任務看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我們的 語法 居然有700多行 所以你就知道說物件識別他的難度了 不過你要幸好 幸運的是 這個 皮卡丘這個700多行 所provide的 並不是專門for這個皮卡丘分類任務 而是一個通用的物件識別訓練模型的架構 這樣東西呢 你只要能夠自己prepare好 你的這個 呃就是 這個 boundingbox的這個 data 跟你的 就是你boundingbox的那個 data frame 跟你的這個image 那理論上就可以訓練出一個物件識別模型 不過boundingbox的這個 boundingbox的這個 檔案 好不好弄出來啊 林志你覺得好不好弄出來 不好弄因為我要去看看 這裡是幾這裡是幾嘛對不對 不好弄對不對 不好弄沒關係啊 那個 那個我可以跟你們 我可以跟你們劇透一下好不好 來在這裡 大學部的 大學部的課程喔 的第 16課 可是你要上16課你很有可能13課要開始學啦好不好 第16課的 練習一 這邊有答案 這邊練習的答案 就是一個 標註系統 我來我示範一次 我給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我這邊開一個叫買app的 買app這裡 我現在把它清空喔 我什麼都不留喔 什麼都不留代表我沒有作弊喔 好不好來 我把這個語法 把它存到 12課的 買app裡面 我叫他ui 來 SERVER這裡 SERVER 一定要叫這兩個名字喔 把它存起來 好存下來以後我按RUN 好這個時候我們隨便下載一張圖片下來好不好 啊圖片怎麼蠻早啊是不是 好就他了 並存圖檔 幹嘛這是太憨了是不是 好我現在有一張圖了對不對 看喔我剛剛不是已經開好這個界面了嗎 browse 把這張圖 放上去 是不是出現在右邊 這裡你的滑鼠指標是不是變成一個十字 自己拉框 拉完之後 對著這個框連點兩下 這個框就上去了 你這裡可以加 你自己可以加那個類別啦好不好 檔案是不是就在這裡了 檔案在這裡你可以download file 這是這張圖的檔名嘛對不對 欸這是不是就是一個CSV檔 告訴我的column left write roll button roll top probability 是不是這個檔案就準備好了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說其實我們的課程都是有結合的啦好不好 啊 不過因為你們這學期那個 你們會覺得這個東西很難啦 就是你們會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貼就可以 出現這個應用程式喔 因為那個 呃你們這一 你們這一年上的那個 R的課程 在研究所的課程 你們上的是機器學習 不是上那個網頁 上網頁你們就知道寫出這個東西不會很難 複製貼上而已嘛 我剛剛什麼事都沒有做對不對 當然這個非常陽春啦 這是陽春版的 好啊但是 你就知道說 欸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準備你的annota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今天的這個物件識別模型喔非常有趣 我因為你們都有GPU server嘛對不對 我建議你們可以在 MxNetR YOLO這個Github裡面 把VOC2007的challenge把它做完 因為 你這樣才會學到 如何training一個YOLO version 3的model 而不是只會training YOLO version 1 YOLO version 1 畢竟還是比較 有限的 這樣 比較問題比較多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啊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還覺得這課實在是有夠難的 沒有嗎 好沒有我們就下課啦